我是艾成 过去的八年里 我追认过有1323位创新者和投资人 被称为最爱任的归名 带着好奇心 我拜访全副武装的顶级大咖 也面对手无寸铁的创业青年 我知道 比起发问 难的是找到真的答案 比起找到答案 更难的是寻觅 答案背后的意义 爱问天生好奇 2019年6月份 快手创始人肃华 给全体员工发了一封内部信 称对快手现状非常不满 组织松散反应迟钝 必须要改变 并号召全员进入战斗状态 三年前 我曾经到访快手总部 当时的晚上十点 依然灯火通明 员工和老板的眼中只有工作 如今的快手从北京市五道口 搬到了互联网大佬们盘踞的C二级 DAU日活用户突破两亿 但肃华却说快手需要改变 改变什么 是创始人的初心变了 还是快手的使命变了 这是一个竞争也很惨烈的领域 虽然你很平和地在讲要记录生活 谁是快手的竞争队上 希望有更多的人在记录普通人的生活 分享他们的生活状态上来加入 但实际上在业内做这个领域的人比较少 因为做普通人相对来讲比较慢一些 要耕耘的时间更长 其实做明星做网红或者做颜色精致会更快 你这个普通人有多普通啊 比如说一个城市的GDP是多少 或者说那个城市的人均收入是多少 就在那个人均收入的收入的线附近的 因为人口是一个政态分布 你能给我们做一个用户画像吗 他长什么样 他喜欢什么 他是谁 目前你在快手里面看到 首先都还是比较年轻 就是90后90后之多 然后他们每天呢 一时住行啊喜怒哀乐都愿意记下来 也愿意很开放的分享给所有人 基本上就是快手用户的一个画像 对 我看到的这个画像啊 是快手上主要的用户都是高中学历以下 分布在主要三四线城市 乡镇农村用户呢 也有15%左右 这跟你想象或期待的是一样吗 差不多啊 因为中国的人口分布 目前中国人口分布 比如在城市里面可能是一半 一半左右嘛 还有一半的人不在城市 如果你用一线城市来说 一线城市人口值得按10%不到 百分之七八的样子 就大多数人还是不是生活在 像北京啊 上海这么高大上的地方的 快手的用户里面 他更多像这个社会的一个 一个镜子 一个投影嘛 因为都是普通人自己的视角去观察到的世界 观察到或者想记录下来的自己 对 可是我们给每一个用户去推送视频的时候 我们是尽量要按这个用户的个人偏好 个人的兴趣偏好来推送的 如果他喜欢看城市的内容 但是我给他看了更多乡村的内容 可能不符合他的喜好 这可能是后台的算法 哪有bug或者做得不够好 我会去改进那个后台的算法 我还是在希望我们是一个平台模式嘛 你做淘宝 说淘宝自己的店下而跑去开个淘宝店 这不太对的一个事情 素华说 快手肩负着最大的使命 是提升每个人独特的幸福感 希望快手的存在 可以让时代不落下任何一个平凡人 记录每一个平凡人 却能成就一家不平凡的公司 快手和素华 值得被这个时代记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